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凱姬 它有一個矯正的時間 它抓住就會抖一下 好 代表它完成了 這個時候 我們要決定它的角度 決定它的角度很簡單 這個鈕 這有一個綠色的鈕 暗示一下 1234 它就暈了 暈了就任你擺佈了 你要它腿開開它腿就開了 你要它抬頭它就抬頭了 就定在你要的位置 這個時候 就可以進行你要的拍攝 進行你要的拍攝 進行你要的拍攝 該鎖的要鎖緊 好 第一個 一號模式 叫 上 UP模式 就是攝影機在上面 UP模式 UP模式也是體感模式 你不管怎麼搖 然後 鏡頭就跟著你到哪裡 T感模式 它是跟隨的 而且非常的穩定非常的漂亮 好 輕便小巧 收折 收折 好 那我們往上拍 好 你要上它 舉高它就舉高 好 你要它不舉 它也可以不舉 它就不舉了 它就向下了 好不舉 好 功能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穩定效果 好 好 這樣也能拍 好 那 穿 這個時候 如果你會發現這個角度不是你要的 你只要手動一下就可以了 好 移到你要的角度 手放掉 手放掉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進行拍攝 直接進行拍攝 好 這是一號模式 緊接著跟大家講解 二號模式 就是按兩次 一 二 好 它開始就封掉了 因為呢 它這是吊掛模式 好 二號是吊掛模式 二號按兩次 就是二號就是吊掛模式 吊掛模式 麻煩大家稍微粗魯一點點 把它折到它該去的地方 把它折好 折成吊掛模式 這用來幹嘛呢 用來拍低腳用的 用來拍低腳度用的 吊掛模式 吊掛模式 這叫吊掛模式 吊掛模式 好 吊掛模式 吊掛模式 除了低腳用之外 又稱為搖臂模式 搖臂模式 那搖臂模式我們比較推薦三號模式 因為搖臂模式 你搖到天的時候 它就是天 搖地它就是地 搖右邊就是右邊 搖左邊它就是左邊 好不好 緊接著三號模式 一二三 三號模式就是搖臂的Lock模式 你不管怎麼拍怎麼轉 它永遠咬住一個方向 這時候你不滿意它的方向 只要暗示一下 一二三四 好 你可以決定你要的角度跟方向 跟水平 好 手放 等它打一聲 好 它就固定在那個位置 你不管怎麼轉 不管你怎麼轉它 好 會進入死去 注意 它死去的話就會 就會稍微抖一下 你不管怎麼動它 它就咬住那個位置 好 叫Lock模式 3 是Lock模式 暗示下來是手動角度控制 一二三四 好 角度自由控制 好 看到 它就仰角拍 固定在仰角 固定在仰角拍 好 非常的方便 好 那介紹大家這個便宜好用的怪機師 不嫌棄的話 可以到現場來看看 好 折疊式的 好 那承襲我們的 承襲我們怪機師的精神 化繁為簡 CP值不高 不上市 好 所以享有 呃 享有兩年保固 享有兩年保固 那麼 這套設備有個好處 你的雞雞如果壞掉 急著用 沒關係 你回來送修 好 我們先 如果沒有辦法當場修好 我們會有備用機讓你使用 好 會有備用機提供你使用 好 這是全球 絕無僅有的服務 好 買我們的怪機師的穩定器 好 好 我們提供備用機服 1 2 好 就變成跟隨模式 好 跟隨模式會有死區 齁 跟隨模式大家注意一點 跟隨模式 2號跟隨模式 一定要把位置喬好 好 喬好 按1 1 2 3 4 好 按4下 好 它當它封的時候 你就是按4下就對了 好 按4下 好 好 快沒電了 快沒電了 好 好 這個 好 如果說 它還是持續 齁 屬於發瘋的狀態 不瘋 我們把它弄到瘋 好 它現在瘋了 瘋了又沒辦法恢復呢 你就是按 綠色的扭長按 直接把它打暈 打到暈倒為止 打到暈倒為止 打暈之後放鬆 陀螺儀不要亂動它 讓它自己醒來 好 醒來 好 啊 如果這個狀態下 它還是亂動 那代表你的電已經 用完了 齁 這個電池大概是在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之間的續航力 齁 這是MG149DC 那麼大家注意齁 這個版本還有什麼版本呢 這個版本還有 呃 5D2以上的版本齁 RAID ONE的版本也有齁 你如果說 有那個需求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會特別為你訂做 RAID ONE的東西 RAID ONE的版本齁 齁 好 大家看到齁 現在示範的是就是說 當它沒電的時候齁 所出現的一些病罩齁 它沒電的病罩就是 亂剉亂動 好 亂剉亂動 你只要把電池三顆換掉就好了 記得三顆務必都要有電齁 齁 好 這就是MG149 DC齁 的DEMO 好 享有兩年保固 齁 享有兩年保固 即故障機齁 快速維修 修不好 我們有備用機提供你使用 好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怪機師齁 特別為大家 規劃設計的 好 我們先看煤電的狀態 好 煤電的狀態 它就是 有抖動 好 這時候就是把電池換掉 好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 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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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